放开我 我要见苏总 苏总 我冤枉了 给叶贤哥下药害他的不是我 苏总 苏总 真的不是我 你不能因为这个和我解约 贤哥 贤哥 你知道了吧 我是不会给你下药的 苏总 吃 吃啊 是不是你下的药 等你到了警察局就知道了 这件事给你交个警方处理了 我不行 我会被判刑了 故意伤害罪没有严重后果 应该不会做到太久 啊 自尾控三百万违约 间随和法务部联系一下吧 你们为什么要报警 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人生 都是全新的联系生 凭什么他就能得到那么多的资源 我不甘心 叫宝安来人 把他带走 宝安请过来一下 如果要你 我一定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要你死 欢迎你去这家乡打我妈咪 太过分了 叶贤哥 给我叫宝安上来 叶贤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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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够忙 你该死 你也别跑 把我办公室的进宫调出来 这样就行 好的 安安好厉害啊 宝安 你现在可不可以这样啊 还行 还没有到该保护其他人的时候 不行 可是你不是其他女孩 你是我妈你 说过我身体的小女孩 为什么又这样一直一直保护满你 说完之后就给她放开 好了好了 把她交给警察 不要生气了 小叶子 告诉你个好消息 因为你带病上场 她表演很好 票数报奖了140万 已经超过多了 还没第五了 真的 对 还有很多人在推你们的三角CP呢 不过总队来说 没错 没错 你还夸她 没有没有 我是说 做得不对 皮特今晚你检查 速度 素子安小朋友的领阳重机已经办好了 待她再去一次不练就可以了 爸爸是不是今天办完手续 我就可以回家住了 对 耶 阿晨又以碰了混岛 冲出来舞台 把你报了下来 哦 片场实录 霸道总裁和人气小天王 为星晶流量小花大打出手 你跟她说这种话 我跟她今天说什么是你的负责吗 这是她为自己的荣耀做出的牺牲 我支持她的选择 支持她放弃生命 你不可及 这属于爱豆的精神 苏总如果无法理解 也该表示尊重 还有 请你放手 有粉丝在拍 我可不想明天上头条 我可不可 看什么 没有 大餐啦 这个是安安喜欢的糖果 要给它留下来 你知道吗 阿丽要被苏总领养的怒罪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太狼哥哥我回来了 啊 糖果哥哥妈咪和爸爸 又带我回家了 哥哥也快点收拾一下 唐哥哥不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不可以哦 安安 我告诉我爸爸 让爸爸来带唐章哥哥回家 安安 爸爸我们真的不能带唐章哥哥回家吗 我们带唐章哥哥回家吧 唐章是谁 是你的朋友吗 是很好很好好的小哥哥 是安安 说让一个人是要负责任的 对一个人负责是一件很重要 很难的事情的 可是我舍不得唐章哥哥 安安 和你爸爸妈回去吧 章哥哥对不起 我说好要带你回去的 这个送给你是我画的 不要哭了你以后 你还拿来带我来的 谢谢 安安来了 先生说你今天要来 张婶给你做了桂花小盐子 一会儿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谢谢张婶 张婶 我是王安安了 以后他就去我家了 哎呦 那太好了 安安以后就是小少爷了 小少爷怎么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啊 安安凶我 什么手手手 先生安安还小 你怎么可以凶他呢 有话你好好说嘛 小少爷走 张婶带你去吃小盐子好不好 还有很多玩具呢 给你一小时 洗完下来 站在跟店 是 我这个时间跟回宿舍 因为你的种族事件 其实用嘴很多了 在你完成康复之前 邓老师就住在这里 不是那一堂住 我知道 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清楚地知道了身体的重要性 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他真的念浅茶 好丢人啊 听一下 可以不用念了吗 安安 你觉得他念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妈念后没有诚意 吃个坏小孩是怎么回事啊 那你说怎么办 爸爸 听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亲我妈咪 呃 我什么 在电视剧里 就是 怎么演的 少看这奇怪的电视剧 那么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了 爸爸我困了 我今晚可以对你睡吗 可以 那我们回去吧 睡觉了 妈咪快来 睡觉了 我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 啊 我们三个人一起睡吗 爸爸和妈妈应该睡在一起啊 你们结婚了呀 啊 他不是你妈咪 对啊 爸爸和妈咪现在也没有结婚 怎么办 胡闹的话 爸爸会生气吗 好啦 这样吧 我给你洗澡 你和爸爸一起睡 好不好 好 诶 你这个项链挺好看的 这个是爸爸朋友给我的 他晚上发光 我就可以找到妈咪了 发光 发光 什么发光 爸爸的朋友 找到我 你不是一最近一遇都待在福利院里面吗 哎呀 说不清楚 在这妈咪都不懂我 这个孩子身上好像有很多谜 妈咪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和爸爸吧 你干嘛突然问这种问题啊 爸爸爽子这么帅 又和友情 还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你喜欢了吗 别小鬼蛋 赶紧洗完澡睡觉去 妈咪你爸爸和我你喜不喜欢 好了好了 就有一点喜欢行了吧 哦妈咪真是难过 还是改天想想办法 对爸爸下手吧 爸爸爽子这么帅 又和友情 还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对不起 妈妈 臭小鬼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 我都失眠了 我都失眠了